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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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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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极与点栏目 对 哇,还可以跑到那顶上去,我去,看着没,观景,适合去看人工的 不,我不喜欢人工的 这么一大片鲁冰花,山下温泉,山上漫山的鲁冰花,还有徒步的人儿 是这么长的吗? 那是鲁冰花 土木的好比方用,清冷的,甚至寒冷的土木 对,是各样的一个,鲁冰花是炎热的,炎热,热带,还是热带吧,最少是热带那种海 这边是算什么,寒带海了吧,至少是寒带的吧,应该是,他们都说了 今天司机在路上就说嘛,冰岛人他有个特色,就是冰岛人比较 TOP,TOP,强硬,TOP,坚强 对,坚强,你会发现坚强,TOP,因为他说,不得不坚强嘛 像这个他在那个,Atlantic,不,还忘记怎么说那个词 北冰洋,山下的村庄,好静谧啊,那里有个几字型弯道 像那个黄河,迷你本的王河,几字型 哇,这种,漫山的,漫山遍野的都是这个,冰花 哇,这花,这么多冰花 我真不觉得我们已经走着,这么高了,你看 路两边全是卤冰花,走快点,别老白 看左右风景各不相同,左边到山顶全是花 下面,我,就是徒步的线路 这些徒步其实很简单,我感觉走个十五分钟就走完了 但是他,就是那些风光的一路 在冰岛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好的天气 所以,他整个岛说,司机说那个weather forecast不一定可靠哦 因为等到时候都可能发生了 看,就这么一会儿跟我走,就走那下面 一直走到这上面来到去 他这个设计路线还挺好 而且这个地方没有门票 就是完全免费哦 我挺欣赏这样做法的 毕竟像这种东西,它大自然产生的 自然孕育给所有人类的,没有人有权利 把这个东西占为既有 人类都会怎么办 说不定你可以带过饮食中速方面的货币 这样子就觉得很棒 这我觉得就是保护自然非常好的种方式 这个看起来就像是被世界遗忘的一块地方或者乡村 你看,与世隔绝的感觉哈 没有特别现代化的那些东西 公路也是特别窄窄的 公路也是特别窄窄的 看着这个 一下这个人的心就沉浸了 这个东西应该是有一点稀 吗? 游下去吧 这世隔绝都有一些情态 新意美好 新意美好 We've forgotten land 日本更新推广 我们平址 为遥运运 我们来说 甚至于 其实太阳 我们来说 如何 下面就是那几个地方 我不是拿这个地方 可以啊,就是几个地方 来看一下冰岛有没有准KFC 贵不贵,我应该猜是吧 但它肯定比其他地方要便宜 终于说了就是人话 就咱们去走多几个地方才能做成 不过挺远的,从来放开 在这儿如果一二十一家 好读书 不读书 先把修养弄出来 哥哥你听过那个读书好,好读书 我给你顿的那么紧 谢谢你 好读书 能勉重